太极是一个很能容纳百川的一个项目 它可以静也可以动 样式非常的多样化 太极拳我们讲究的是中庸和内敛 在招式上面讲究的是视正招元 呼吸就讲究身长细云 而在静力方面我们讲究的是松伯弹抖 太极拳的美感呢比较的大方 舒窄 清雅 和中国的水墨画是一样 新极太极拳我更愿意称它为一个把它带入现代化的太极拳 古式的太极拳大家都是追求的是一些形态跟一些身法 但是现在我们加上了一些难度就会多一些可比性跟观想性 五六三八下一个独立打虎 眼神先看左手对看右看中间 注意调整呼吸 安身手腕相处走 我们就要追求竞技的精神 好 记下走轻轻放 再把它加强加难 注意胆大心细 好 起 好 发力 注意起跳 摆脚 转身 出腿 哎呀 这里没问题吧 没问题 这时候你出腿晚了 在空中转身的时候 忘了收腿了 趋地龙呢 成功飞脚加无缝连接 然后外边连540度落地才能完成 它很讲究到你整个的支撑腿的一个控制能力 我们的扣分是比较严格的 所以在每一个动作上面我们都会精挑细琢地去追求细节的完成 因为脚步的问题还有一个一次落地的 最后一个连接 那这样的话你会撕掉一个2的连接 下一个部分一定要注意 世界大赛的话 第一名和第八名可能都不会超过0.3 是 落地比较沉重 落地要轻 我们都是很努力地100遍加强这个成功率 因为我们泰拳的理念就是上旋下沉终结疏松 我们是头顶下旋顶是一定不能丢的 所以我们会用一个顶腕的方式去练习这个上领的劲儿 在平衡木上练习我们这个腿法呢 就让我们更加能体验双脚的抓地力 能让我们感受我们的平衡该往哪走 帮助我们在平地上去练习这个腿法的时候会更加的轻松 那么通过这些练习呢 会对我们的难度啊 这些动作我们会理解的更加的深刻 所以对我们的比赛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不论是练什么的女生 都是一个女生 大家都有爱美的权利 可能每个练武术的女孩子都会有一个古装的梦吧 穿上汉服去做一些武术动作的时候 可能会想如果我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应该是怎么样的吧 刚好你的员工挺好的 哎呀如果我站窄点身就好了 没那么肥啊 练习太拳之后 我会觉得我的为人处是更加的 不会说那么的激进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大大咧咧的人 然后也很冲 练习太拳之后呢 可能会更加的 愿意去接纳别人一点 愿意去更有耐心一点 我是2019年10月份 加的退役表 大 大 大 我慢一点点 大 像现在我也回到了顺德 然后偶尔也是会回去自己的小学 好 三对点 一二三走 大 看一下我以前的武术班 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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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儿 摆头 大 对 很好 来 我们一起做一遍 你呢 你练什么的 太极的 你也练太极的 太极的 你呢 长拳的 你练长拳的 你应该练两拳 你练什么 你也练太极的 我怎么办 走 你不行 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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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不行 我不行 agger�� acontece 快 快 你怎么还不开